阿川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當然很多人是希望 我可以帶著一份心意 到這個青腦同路 到錦南路去幫立法委員聲援的 可是現在網路上很多人說 人很少 一大堆的 你昨天跑去現場 對 你這什麼中二的表情 你給大家回報一下 昨天晚上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長期的時候 其實現場去到那邊 在台上演講的人 我都不認識 因為看起來就是那種高中生 大學生 他們的標準配備 就是拿著一支手機 在那邊看 麥克風 然後在那邊唸唸唸唸唸唸 不是一個像頂悟 這個很高演講的演講者 不是 他們講的都是他們的心聲 我提的都回到一個 說香港的事情 那是講這件事情 那其實現場 裡面各種年齡層 你像這個跟小弟兄 這個跟年輕人 他就說他買一個便當 下方匆匆全家買個便當 他就去買一個便當 他就去坐在那邊吃 你看這一個肩膀的 這個手機的台北都是年輕人 大家在那邊就用不同的形式 聽人的演講就對了 那那些演講呢 可能就是說他沒有什麼煽動性 但是每個人講自己的心聲 其實這個最特別 大家看到這一個 這塊織布 可能搞不清楚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是泰雅族的 有一個泰雅族17歲的青年 用古老的記憶織布 他說這是他靜默的表態 就是說他拿這一個出來 他要針對的是誰 是高金樹梅 他在現場用泰雅族的織布技術 織出泰雅族的圖騰 就是要對高金樹梅 發出無聲的抗議 對然後他就說 他們這個資訊 在這個部落裡頭 不太容易傳得出去 因為高金樹梅有他非常鞏固的 這個青棕造成 你看他就在現場 沒有錯 畫面 對然後他就在那邊 用他的方式 來表達他的心情 所以各位看這個其實蠻多元的 其實很感動 你說民進黨要動完 這個不可能 民進黨哪有可能去動完 像是泰雅族的青年 要自己帶便當的 然後坐在地上的 你知道這個是代表什麼 國民黨是幹嘛 帶便當去這個族園餐廳吃飯 兼旅遊 這是民眾自己去全家便商店 買的看起來 他注重身材 買雞胸肉 熱量很低的 這個便當來吃 這對比多大的對比 這個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可能差不多三十幾個 這種上班族 那當然大家去到這個現場 所以一般的民眾之外 像這個桂雅也去了 野生許桂雅被捕獲 對然後他可能比較沒有經驗 他去的時候就跑進人群了 跑進人群就厲害啊 就是全部都過來照相了 你看就全部都過來照相 但他去當然也很低調 他應該一開始也站在旁邊 然後可能被人家發現了 就被慢慢拉拉拉 就拉到了人群裡頭去 沒錯 那去 那像我呢 因為我知道我去 你這什麼八九的造型 我有電這個光劍 那我走過去的時候 就看嘛 就聽嘛 那你就被發現了 那被發現就有兩三個年輕人 就拿了這支劍 叫反黑箱反擴拳 然後給了我一個胸章 他說 翊川哥你可不可以帶胸章 我說好就上去 那就拿這支劍 然後這樣排 是 對 那就這樣排 其實很像同樂會 那這劍有沒有送給你 沒有 那我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可以拿這支劍 對 然後其實我也沒有很清楚看到這 那就是他們希望我幫他們拿這支劍 表達這樣的一個訴求嘛 對 另外一個是 活動結束九點數到三對不對 對 每個人站起來自動自發 把椅子收起來 這畫面很感動耶 沒有喔 這個是 如果是油膽車動完來的 九點要結束對不對 照著你來說 我的經驗了 如果動完來的 差不多八點半 那個帶在那個牌子就撞起來 樹林第三車 林哥第五車 南港第二車 動原來沒有自己收椅子 而且會趕快走你知道 因為等下整會很多 但是這一種就是坐到最多 而且喔 這個主辦 有人把他拍下來 這手機記錄下來 我看真的會感動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主辦單位 真的是我們說 這個很有公民的秩序 他公告的就是說 我們九點要結束 他就真的九點 然後說五分鐘 把現場幾千個椅子收得乾乾淨氣 地上連垃圾都沒有留 對 所以這個是真正 我們叫做公民的行動 就是類似這一種 那今天晚上當然同步 也在進行這樣的這一個事情 明天 重點是明天 明天因為國民黨也有動完 國民黨動完 趙燒康也跑出來動員 對 要用那個什麼藍鷹的 他們活動大概到中午 因為要不要遊覽 要去這個慈虎 怎麼投聊 然後晚上要去吃大餐廳 他們是重點擺在下午 對 下午的遊覽 早上來簽到 拍個照就可以離開 跟這一個所謂的青鳥行動 這些公民團體動員 他們也不是動員 就網路上號召 請大家來的 這一些 這個大家看到的這些群眾 其實都是完全不一樣 好 非常謝謝阿莊 阿莊回來 我想請人群哥來到電場前面 因為狀況是講 剛剛我們看到都是公民自罰行動 你們說動員吃便當 拍謝 他們是自己下班 在便利商店買了便當 你們說動員出去玩 拍謝我們給大家看 他們是自動自拍把椅子收好 動員來的人沒有在自己收椅子 可是人群哥 你說王庄還是非常多的酸民 尤其是藍白的酸民 新聞說破十萬人 不是破一百萬嗎 百萬青鳥飛出來 人群嬉嬉落落的 沒有人要被騙第二次吧 上次一堆來面試 總共零錄舉 他在諷之什麼 你們來抗議就可以當大官嘛 對不對 這是什麼 民眾黨柯文哲的粉絲群 一千七百五十一個在裡面 還有人說什麼 這個東西 臨時這麼差 難怪人很少 我看完這些 我都覺得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人性 人群哥 不是 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老實說真正的這個 這個這個重頭戲 大家是認為在這個二十一號 也就是禮拜五 那這幾天其實你可以看到 所以所以以參加的人數上面 去比你前幾次 因為前幾次那個活動是因為當天其實在立法院裡面 他就有衝突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自己看這個畫面 其實感動的是包含到下雨天 也有人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沒有離開 他們不斷的就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表達他們的理念跟想法 所以我覺得其實公民活動跟政治動員場 其實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是 我剛剛講 如果我今天是要看政治明星 就政治明星來的時候 我就出現 政治明星沒有人走的時候我就跟著走 沒錯 或者是遊覽車要發車 時間到了 我就喊政治人員 我會趕快走開 那其實沒有 所以現在大家當然看 就是說明天立法院看起來 雖然這個有可能複議的案的這個結果 已經出已經大概有數了 可是對於民眾上面來講 他上街表達什麼 不是表達熱情 是表達他的憤怒跟失望 對 因為他今天要憤怒的對象 其實告訴這些這個國民黨 或者是民眾黨的立委說 我們現在還有民眾 其實對這件事情是不滿的 對 人家立頭請來的 人家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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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那裡頭 你今天還留言 去給人家口水這些東西 還有人說什麼 只發這種垃圾 當然沒有人要去 這東西我不要講價值 這都是每一個人捐款人的心意 你講人家是垃圾 你還記得在上一次的這個公民活動裡面 還有人特意去收集這些人家這些物資 還拍照炫耀說你看我也去撈了一堆 發得好 你說人家是攀大收集物資 發得就是不要講不好 就是給你短暫補充熱量 你講人家是垃圾 我坦白講我看真的很火大 所以老實講像這種酸民的言論 或者是語言 就是網路上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政治人物如何看待這種東西 我覺得最重要 你知道嗎 現在柯文哲也開始也有說話 民進黨作假新聞把年輕人騙到青島東路 如果有這麼好騙 多少年輕人 叫我們同學是叫我們騙去 說要製衡藍綠 結果你現在製什麼 你也沒有製衡到 你這一人雖然他寫TPP 你還可以說不見得是民眾黨 你可以點清 即便台湖民眾黨圖騰 可是這種是你柯文哲自己講的吧 所以我就講 在之前這個柯建民不是講說 還是希望有立委 這個起義來歸 甚至有人認為說有沒有民眾黨 比較有可能 我跟你說實話 柯文哲就已經定調了 他就已經完全不認同這種所謂的公民活動了 那還不只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像民眾黨 他們自己也發起說 他們也要來宣講 結果 反貪腐 護台灣 護台灣 反謠言要真相 時間在六月二十二號的禮拜六 都已經表決完了 所以我覺得他根本要做的叫做小草見面會 因為很久沒辦了 你知道嗎 好 可是我們就回來看 事實上我覺得民眾黨在最近 確實遇到一個狀況 他嘴巴很硬 還在嘲笑這些人 你說可是實際上柯文哲 叫做有個幕後 培了夫人又責兵 我前幾天訪問楊寶貞 楊寶貞其實他之前是民眾黨發言人 他現在已經沒有 他就講一個說 他當時在做發言人的時候 因為人在這個政黨裡面 當然說話什麼什麼 都必須要去思考到黨的方向 跟立場 我就問他 我說那你現在沒有在黨專家任職了 你怎麼看民眾黨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事實上他自己感受到是確實有人 因為民眾黨最近的表現 而離開民眾黨 他就這樣離開 那黃國昌不是吸引了很多 他說有 他說比例上面 你如果去看黃國昌 感覺上凝聚在那對不對 但是他另外在接觸的人群就發現到 那個是同溫層在黃國昌那裡 是 寶寶說大實話了 如果離開的比例大過於凝結的比例 那我就跟你講 這對民眾黨來講 當然是個危機嘛 就像我說民眾黨說要制衡藍綠 二月一號到今天為止 現在只有看到他制衡的綠 不對 更正 他制裁的綠 對 他沒有跟藍的部分 全部都是不要嘛 不投票 不滿就是站在同一陣線 現在說要幹嘛 你知道嗎 現在說黃國昌 對不起 柯文哲 要想辦法要扭轉這種形象 他說要告訴民眾說 民眾黨在做什麼 現在說找黃珊珊要談財化法 那特別還叮嚀 這是DT的獨家 是 他說柯文哲十七號中午 親赴立法院中心 找民眾黨立委 黃珊珊正對財化法 討論三十分鐘才離開 DT做完獨家 瘋傳媒又做了一個獨家 他說等於看完台灣民意基金會調查 民眾黨流失一百五十九點九萬支持者 民眾黨黨主席疾奔一個人的辦公室 就是黃珊珊 我六月十八號的時候訪問楊寶珊 這個是二十號的新聞 所以代表什麼 楊寶珊說的其實就是這個 對 民眾黨大量的 流失了他這個所謂的支持者 這個對柯文哲來講 當然會擔心 你現在試圖去找黃珊 當然啦 我覺得柯文哲這個也很特別 你知道 因為他進到這個中心大樓的時候 也有記者直接問他說 主席你今天怎麼來 說實話記者怎麼沒事知道 麥要那個攝影機架在那邊 所以他在公開切割黃國昌 而且他今天說出來講說 我們現在在這個財化法裡面 他說因為財政委員會要負責 那黃珊在那邊做的這些 但我真的必須講 你可以看得到是民眾黨 現在試圖要走回到那一個 我的小草離開了 因為大家質疑說 我怎麼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現在開始喊話說行政部門 民進黨 我們也可以來談財化法 那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這件事情 其實民眾黨的巴西立委 你真的要主導法案 我覺得難上加難 是 那你在過去裡面 因為事實上對於國民黨 所提的這個案子 你所採取的方式 你說我不想陷入到爭議裡面 所以我採取不投票 最後的結果就是國民黨想做什麼 就讓他通過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扭轉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再來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狀態是陳昭之 對 陳昭之當時在黨產修正條例之後 他的那個刺來刺來講說 如果回到我個人的立場 我是想要進去投反對票 那現在問題來 你為什麼不投 你為什麼不尊重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說不要就是不要 你不敢 所以你看柯文哲民眾黨現在開始 有開始遇到兩大困境 第一個 有人投不同意見的時候 容易被操作成是分裂 你覺得他們表面上 大家投了同樣的意見 再有一個人出來說 如果是我個人 還不是分裂 對嘛 這來搗蛋了 是不是 再來第二個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前黨團跟黨中央的量能不夠高 所以很多議題的應對跟速度 比不上藍綠 很難化被動 我也主動 我講白話很好了 民眾黨現在所有會站在媒體前面的 只有一個人叫黃國昌 其他人都不見了 陳昭之出現的人就是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再來一個就是我也好想進去投反對票 除了這些事後的馬後發之外 你告訴我在所有爭議的當下裡面 民眾黨做了什麼事 他是連面對媒體都沒有 所以你說柯文哲現在說 我今天事後要去辦一個 二十二號跟人家也要辦一個說明 你要說明什麼 所有東西都已經結束了 那個還要掛丟阿妹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講 其實像民眾黨內的黨內人士 也有講到說 你在爭議的法案上要論述清楚 你還必須要先有自己的版本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次柯文哲 黃國昌一沒有對外論述 二沒有版本 他就當小藍的版本 我覺得你這樣對黃國昌非常不厚道 黃國昌的論述是四個字 最高機密 最高機密 對喔 他沒有先解釋 他是最高機密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你看這個黨內人士 在呼應黃珊珊 他們現在說 我丟出我的財望法的版本 比國民黨好 意思是什麼 換你民進黨要的話 來跟我談 民進黨來跟我談一談 可是我真的必須講 對於這些所謂的小草 為什麼這些有一百多萬人 他那個如果用這個民調的比例上面來看 他是流失的 因為很簡單 你完全喪失了 你當時告訴他們講說 民眾黨的存在的價值叫做制衡藍綠 對 你沒有做到這一點 你是完全失衡的操作之後 才會讓你的民調 居然比國民黨跌得還要踩 你就知道他在他的支持者的心目中裡面 他的那個形象盪到什麼程度